你現在聽的是懸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來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歡迎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我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會繼續跟大家分享一些自然醫療的資訊 最新發現 幫助你和你家人 能夠認識到一些安全又有效的自然醫療工具 能夠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袁醫生你好 Diana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我知道袁醫生會跟我們說 關於身體病徵的解冒 是的 其實我們有時會注意到身體有些異常 有些難看的地方 例如指甲變黃 有黑眼圈 頸部可能要生小肉醉 那其實是否一些有病的徵兆 有時人遇到身體有些不同的樣子 通常都覺得很難看 可能用一些方法掩蓋它 用化妝的方法 有些人會說 你的口氣很厲害 好像阿摩尼亞味 到底是甚麼呢 當然 其實我們身體有很多精兆 所以我這層所說是精兆 跟我們一般所說的病症有些不同 我一般的症狀 例如痛、發燒、流血 這些很明顯 身體有時 這是一種症狀 但其實我身體有很多精兆 其實跟症狀有些不同 遇到這些情況之後 其實是可大可小的 但幸好大部分身體這些精兆 其實都是沒有良性的 但是良性的意思 在醫學上都沒有甚麼可以做的 即是不用太過理會它 但當然 如果有時候 我們身體這些 所謂身體的 表面良性的症狀 我們忽略了 或者用化妝的手法去染色它 但很多時候 這些精兆 亦都可能代表嚴重的問題 雖然 你先提到黃色指甲 可能有些人吃煙 黃色煙吃得多 就染了顏色 這是尼古丁的問題 但亦都很可能 是代表我們身體有肺病或肝病 這是一個警訊 有時我們見到身體有些小肉衰 好像頸部 老人家比較多 一般來說 可能是一個老化的徵兆 但亦都可能是糖尿病的警訊 或者你的身體有很多體氣 體味 當然 我們身體的體味 跟我們的飲食有關 有些人吃很多 有很多香料的食物 咖喱 他的體氣會有些多些 比較重 但如果你說有些是阿摩尼亞味 其實這個很可能 不只是你吃太多蛋白質 可能你的身體隱藏了 有些幽門螺旋菌 有些汗菌 導致胃潰瘍的細菌 亦都可能是一種嚴重的問題 你也知道 很多人會發現頸部 膽固醇的臉部 有些像黃柳 一般黃柳 一般人會怎樣看 一般人會看到 通常都會說是膽固醇 很多人都知道 這個不可以黑市 這個代表你身體的膽固醇太高 但不一定 我跟大家分享過 膽固醇的問題 被人過分誇大了 身體的膽固醇 是身體需要的物質 身體的荷爾蒙 身體的神經系統 是需要膽固醇的 但很多人 因為我們現在醫學 把膽固醇的定義 什麽叫膽固醇的定義 是降得很低的 譬如以前是220mg per deciliter 現在弄到120mg 變得很多人都說 有膽固醇的 你便知道 那這種就開始吃藥 這些問題 吃的小藥 都是沒什麽幫助的 所以我也要小心 很多時候 一方面 我都和大家 要留心 身體有些 有不同的症状 那當然 不同的症状 很多時候 都是代表我們身體 有些什麽的變化 不一定是一個 要立刻處理的病症 但是有什麽變化 亦都幫助你 和醫生可以溝通 有一個 19世紀 蘇格蘭 有一個醫生 一個約翰布朗 John Brown 他說 症状 即症状 是身體的無語 而症状 是外國的語言 當然 很多人的病患者 很容易形容到自己的症状 例如你說 你痛 痛的人是看不到的 是吧 那發燒 當然人家可以摸得到 但很多這些症状 是自己身體 自己說出來的 但身體很多的症状 可能要外面人 可能要過路人 一個伴侶 他無意之間可以發營到 那為什麽呢 身體的症状 是我們身體五官的感觉 五官的感官的精察出來的 是 可以看到 聽到 或者聞到 或者 或者 taste到 好 好了 我知道 在我們現代醫療的診断技術之前 醫生很需要依賴自己的判断 通常是以病人的五種感官 來告訴大家 他的病情 那其實 過去一直以來 我中醫都常常強調 望聞聞切 是吧 醫生一定要聆聽病人的心臟 感覺他們的脈搏 看看他的舌頭 檢查他的眼睛 觀察他們的毛髮 皮膚、指甲 聞聞他們的氣息 研究他們的大便 聞聞他們的尿液 甚至要品嘗一下尿液 因為如果你要知道這個病人有沒有糖尿 那當然 以前的人就發現 如果柯毒尿 有很多螞蟻去生氣 有很大機會 那些尿是有甜味 那就是一個診断糖尿的最好的方法 那當時今時今日 很少醫生會需要用到這一招 通常用個試指一試 就很容易看到 那當然 糖尿病有很多很多其他的症狀 那將來我們可以和大家一路分享 讓大家知道 作為一個警惕性強的醫療消費者 肯定是很便宜的 那當然我們很多身體 很多有些不同的病徵 對不對 嗯 譬如是頭髮有條紋 舌頭多毛 可能覺得嘴裡有些金屬味 有時候眼睛會見到一些閃光 指甲又有些紋 或者是沒有了那個白色的那個位 對 大便飄浮 那都是一些症狀 那些症狀可能會代表身體 是否有嚴重的問題呢 那我們的身體有很多方面 有我們的四肢 那我們的四肢當然 就是手臂、腳臂、手指、腳指 這四肢和我們的 最容易磨損 很多時候會出現那些症狀 那當然呢 有時候我們的手指突然之間 好像彎了起來 手指好像軟了下去 那是長肌膜的那種 那種連縮症 叫做Dupertrius Contraction 那這個很明顯 是我們的身體的那個 那個肌肉的根基 是開始有嚴症 有問題 那或者是經常覺得 膝蓋走下去 那很明顯 骨質性的關自然 早期的症狀 那當然呢 也都可能會 會影響我們的身體的 將來的運作 那也都當然 手指、腳指 有些人就 就是花曬的 那也有機會 是工作的關係 常常接觸 搞破裂 就是指甲破裂 那也都可能 因為用那些 就是清潔劑 沒有戴那個手套 所以變得很多 然後手指那些地方 出現很多 就是很不好看的 乾乾烈烈的症狀 那也都可能 這是代表營養不良的 那還有一個地方 我容易很容易看到 我們的皮膚 是 身體的皮膚 是我們身體最大的器官 記住 也都是最脆弱的器官 可以顯示 很大量的精兆 例如有沒有 有沒有 就是 突起來 有沒有腫塊 有沒有雀斑 痣、老人斑 或者蜘蛛網 那種 壯的血管 皺紋 或者走窩 這些東西的質地和色澤 都是無數 隱藏著疾病的重要線索 所以 很多皮膚的精兆 有些人一般 當是這種美容的問題 但其實也都可能 代表身體的營養 或者荷爾蒙的問題 也都更重要一些 可能會是癌症 所以我們是要更多認識 和了解 身體所發出的征象 不是要你做醫生 但最重要是 幫助你和醫生溝通得好些 亦都令你 可以及早處理一些問題 有些問題 根本是無關同樣的 你認識了之後 亦都不用那麼害怕 所以我們今集 將來我們都會和大家 慢慢分享這些問題 如剛才所說 有些人突然間 眼睛的閃亮都很頻密 或者隨便有些浮影 其實很可能是 視網膜破裂 視網膜或者是抽離 即是掉下來 或者是急性玻璃體 抽離這種精兆 這些需要馬上去看醫生 就算這些問題 醫好了 這些閃亮都可能持續了好幾個月 所以有時候遇到這些問題 大家都要警惕 譬如有些發炎之間 很喜歡吃鹹的東西 俗成鹽的東西 這很可能是一種叫愛迪生事病 Edison disease 是一種早期的警訊 這是一種嚴重的自身免疫疾病 當然會影響腎上線素 很多時候我們身體有些突然之間的變化 其實我們都不能去疏忽 譬如像以士 大家都明白 以舊 原來以舊 其實也有一種跡象 一種徵象 一般來說 歐洲人 或者非洲人 通常那個以士 以舊 是比較濕的 是比較黏仇的 中式的以舊 但是美國的印第安人 和亞洲人 多半都是乾燥的 比較脆的 灰色的 好像米黃色的以士 很容易掉下來的 但是如果以士 即是 如果亞洲人應該是乾燥的 如果以士濕的婦女 挪滑乳癌的機會 似乎比較高 在外國也在日本 有個研究 如果以士濕的 日本女性 日本女性 挪滑乳癌的機會率 比以士是乾的 日本女性高 有時候很少的事情 有時候我們都不經意 但當然 大家都不要杯公蛇影 一聽到少少東西 就形著很多問題 始終我們的心境 是很重要的 心態的心境 是很重要的 但只不過 多些知識 希望 不是說一半 有時候 知識一半 不淡 可能會令到大家 更加 無中身有 更加令到你們 大家太過分擔心 這當然不是我們的目的 我希望大家 在我們的節目裡面 和大家分享 很多這方面的健康資訊 最後 希望幫助到大家 這方面的處理健康的問題 會處理得更加好 或者我們先由上面開始 由頭髮開始說 好 始終頭髮很多人都是美化 你知道 香港的髮型師很多 我們通常用頭髮 是代表我們身體很多的信息 即是不同的 我們如何掩不掩頭髮 會令到頭髮剪長 剪短 亦都很多時候 代表不同的性別 種族 歸屬 那個團體 或者宗教 很多時候 由我們的髮色 其實可以看得到 但當然 我首先了解 我們頭髮裡面 有很多礦物質 大家也都知道 拿破崙 最後被證實 他被人落毒死亡 其實他最後 誰知道 是他用頭髮 用頭髮 因為頭髮裡面的身 因為頭髮 可以儲藏很多毒素 即是歷史性 可以儲藏在這裏 血液看不到的 我們頭髮裡面 含有很多礦物質 由女到身 其實什麼都有 你想到主要的 微元素 其實在頭髮表現得出來 所以很多人 用過去 最近都有 用頭髮的樣本 來診斷 到底有沒有重金屬 的問題 有沒有水銀的問題 有沒有圓的問題 這些都是頭髮 原出來的 是準確的 由血液拿出來的 還有新的 阿神力 但原來我們最近研究 可以發現 由頭髮的樣本 看看有沒有驗食症 這個病 你猜一下 怎麼會知道 驗食症的人 怎樣 當然 燃養不難 抗物炎 應該有 全部都是 都離走了 看頭髮檢查報告 有時候 聚積得多 不是導致身體過多 只是身體流失得多 例如我做頭髮檢查的時候 有些人會發現 你的鈣很高 尤其自己鈣很多 其實反而不是 即是 你的身體的鈣 就走進去頭髮 應該是走進我們身體骨落的方面 其他地方 它走進去頭髮 代表你骨質稀疏 這個問題 當然這些是 專業人士 是懂得去分析 對嗎 其實我們頭髮的抗物炎含量的檢查 其實已經成為在我們自然醫療裡面 是一個常用的工具 從那裡我們看看 除了有重金屬的問題之外 我也知道 我們頭髮裡面的抗物炎的分布 也可以反映身體的新陳代謝的問題 這是一個經常用得著的 首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頭髮是甚麼物質 我們的髮質如何改變 首先要了解 頭髮的主要成分是 所謂沒有生命的蛋白質 我們叫做角膽白 但這不是表示 頭髮就像死固固的 它乾燥了 容易脫掉 或者容易分析的頭髮 都很可能 你對頭髮處理得不好 例如經常洗頭、梳頭、吹頭太厲害 染頭髮漂白 這些都可能是一個 自己平時的處理問題 導致的 但這些所謂的髮根疾病 也可能因為有壓力 荷爾蒙的改變 營養不良 甚至乎是甲狀腺病徵的精兆 例如你留意到 你以前的頭髮很光澤很漂亮的頭髮 現在突然變得容易打結 或者乾燥、容易斷、變粗 千萬不要馬上去買美髮的用品 因為很可能 你已經有一種叫做 甲象線素不足的 典型的徵象 就是我所說的 甲象線素不足 當然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很常常遇到 甲象線素太高 這是不足的 這是常見的 但也不容易診斷得到 有些人說 為何我減肥 經常減肥不到 也覺得皮膚突然變得很粗造 差點頭髮 這可能是甲象線素不足 因為身體無法製造足夠的甲象線素 身體頭髮的生長 身體其他功能會慢慢變慢了 發質改變 亦可能是瘋不足 IODAN瘋不足 瘋吸收不足 都可以造成甲象線素不足 這些問題 那吃多些紫菜會不會有幫助呢 起碼紫菜裏面有很多微元素 很多礦物鹽 亦有很多瘋質 我記得我以前也提過 有一本書 有一個Dr. Broder-Bahn寫的 叫做hypothyroidism 即是甲象線的低症狀 原來很多人都有 但你去化驗 你驗就未必驗得到 因為你驗那些甲象線素 不同的 比如T3、T4 這類的甲象線素 其實身體 血液裡面有的 很可能水平足夠 但不是讓身體運用得到 所以Dr. Broder-Bahn寫就發現了 其實這是甲象線素不足 是一個經常有 但很多時候動插不到的病徵 他當時提議 用甲象底 量的基本身層代謝體溫 這個是比較準確的 可以看到 甲象線素是沒有問題的 不只是靠炎血 所以紫菜那些 當然 紫菜是有癲質很豐富的 也很多時候甲象線素不足 是癲不足 是一個主要因素 所以我也很建議 我們病人 有機會在食物裡面 就盡量吃多些 盡量多些 最近你知道 在日本的 那個腹射的 那個腹道的問題 是吧 很多人都是用那個癲 來預防 使身體那個 甲象線 就沒有那麼容易 吸收這些 那個腹射性的 那就是 吃癲 喝喝 吃多些紫菜 也有幫助 那好了 有時候我們法則 突然間改變 可能因為懷孕 或者停經 正常的荷爾蒙的變化 懷孕期間 乾燥的頭髮 可能會變得 比較油潤或者光滑 有些人會這樣說 有些人懷孕的時候 突然間變得特別漂亮 皮膚又幼滑了 油性的皮膚 但也可能是相反的 有些人在懷孕期間 就會變得比較乾燥 失去光澤 有一種說法 如果你懷孕的時候 你健康的人 你懷孕的時候 你會更加健康 如果你健康是身體差 懷孕的壓力 可能會導致身體變壞 有這種說法 好了 很多時候就會 賀爾蒙的改變 令到 软曲的頭髮 可能變回直 直髮變回軟 可能變得更加多 髮量可能在懷孕期間 脫得比較多 或者比較慢 導致 停經的時候 痴性的激素濃度濃度下降 很多時候 女士就發現頭髮沒有以前那麼柔軟 又光澤 因為痴性的激素減少 導致頭髮變幼 變乾 所以生長的頭髮都比較沒有光澤 沒有那麼容易打理 這是一個因素 當然髮質的改變和脫頭髮 亦都是癌症的病人 因為逐接受化尿 或者放射性治療的上限反應 幸好通常會生長 搬完之後 一般來說都是會生長 好了 這是我們頭髮的情況 通常我們平時遇到 頭髮經常遇到的問題 例如是頭髮的顏色有所改變 是的 很多人都會經常有這種感覺 有些人去了另一個地方 生活了一陣子之後 覺得頭髮變淺了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很可能是因為太陽曬得多 曬得多 把頭髮變淺了 但也有些人頭髮變綠 這個很明顯跟太陽無關 通常會變淺了 它會漂白了一點 但會變綠的原因 可能游泳池裡的水行太多綠的緣故 或者有些 我們現在很多水喉水管是銅的 銅的就會有些銅瘦滲下去 這個也會令你頭髮變綠 當然如果最近又沒有去游泳 可能因為你有什麼其他因素 可能有其他浴缸 用含綠的清潔劑 即是我們的Corex 或是飄白水 其實是綠水 這是一個原因 但嚴重一點 可能有過兩個水銀 當然過兩個水銀 也會有很多神經 肌肉 感覺和認知能力都會受損 如果我遇到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我們有什麼可以做到呢 簡單一點 用醋來沖洗一下頭髮 醋也會對我們的頭皮 或是刺激的頭皮 會加強我們的頭皮身份代謝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方法可以做到 除了我們的顏色關係 有時候有些人會發現 頭髮有些條紋 當然我們現在很多人 都會特意拍成這樣 我們所說的不是這一種 如果這種條紋的顏色 真是自然出現 其實問題就大了 因為這個其實是一段段的顏色 會失去顏色和色素 通常是金色、灰色或紅色 通常是代表嚴重的營養不良 譬如蛋白質或脫質的缺乏 在這些窮的國家也有時候看到 但也有時候我們會 因為可能有些 鼓揚性的大腸炎 或者蛋白質流失問題 或者燥激性的結腸炎 也會導致我們頭髮的顏色變化 因為我們吸收大物質 當然驗食症也會導致 簡單來說營養不良 這一節的時間差不多 稍後回來繼續自然療法與你 我們平時喝的水 都充滿了重金屬、雜質、氯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氣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瞬息 健波能量活水氣 生命資源 健康之存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回到第二節的自然療法與你 袁醫生 現在經常看到很年輕的人已經有白頭髮 其實是否有什麼病呢? 我相信白頭髮一般人都知道是一個老化 所以很多人都很習慣用去染頭髮 當然我們身體隨著而來增長 我們製造黑色素越來越少 當然黑色素是形成頭髮 和膚色的色素 如果你的頭髮太早白 可能是沒有什麼 可能是這樣的 可能是遺傳性 但也有可能健康有問題 在醫學上 少年白髮叫做早老性的白髮 不應該有而有 那什麼叫做有呢? 什麼叫做應該什麼時候有呢? 在醫學上有沒有這方面的定義呢? 有些醫生認為 40歲之前有一半人 頭髮開始變白 但也有醫生認為 在白人裡面 20歲之前就會有 黑人在30歲之前 頭髮開始慢慢變白 很明顯 我覺得皮膚黑的人 頭髮比較上沒有那麼容易變白 這些印度人 印度人的頭髮做得很好 通常是很黑的 因為它膚色很黑 其實是同一個原因 但是如果頭髮太早變白 很可能因為惡性的貧血 一種嚴重的身體 沒有辦法吸收 維生素B12 造成紅血球素量減少 在老人裡面經常都看到 這種惡性貧血 還有其他的症状 例如臉色蒼白、虛弱 有口腔和舌頭的表面症状 手麻、腳麻、手路不穩定 當然這種情況不治療 會導致胃腸和神經性的問題 因為B12的影響力也很大 我們在健康店 最近也有一本書 整本書是講B12 很明顯的 這是很多時候我們疏忽了的問題 記得以前小時候 我們香港也很流行 有些人經常去打補針 打補針 其實是打B12針 也有一種說法 其實B12很可能是一個很好的加強劑 有些人當身體有點差的時候 或者軟弱、虛弱 就去打B12針 真的改善了很多 在我們的公司 在健康店也有一個產品 基本上是由B12加上手污 幫助頭髮更黑 這個已經證實了 但當然少年白也是一種自身免疫病的症狀 最常見是甲長腺的功能抗進 我們稱為Grave disease 確瑞夫爾事實病 Grave disease 這是一種甲長腺的抗進 因為白斑 Vertiligo 就像Michael Jackson 說他自己身體的皮膚變白 就不是他的表現 因為是這種病 就是身體的白斑 當然這種情況也會導致 其他頭髮方面也會有這種變白的情況 在這種症狀 一般來說白斑的人 真的沒有其他症狀 但有三分之一的人 可能也有甲長腺素有關的疾病 另一種頭髮的症狀 我們有一種叫做圓托 即是鬼剃頭 突然之間一割就消失了 這個可能與我們身神代謝有關 亦是我們的自身免疫有關的 當然也有些證據顯示 少年白斑可能是糖尿病 冠心病或心臟病 落發機會升高的警訊 很多人少年頭髮白 都是因為壓力關係 所以壓力會造成身體很多自身免疫的問題 所以我們在自然醫療常常很強調 壓力是所有病的根源 包括癌症狀 還有什麼會對著我們皮膚 我們的頭髮會差呢 當然是吃煙 很多人都知道 如果吃煙吃得多 頭髮質素會變白 會變白 剝落也會快些 因為我知道 煙草裡面 有一種毒的物質 會傷害我們髮囊裡面的DNA 還有滋養我們頭髮 或者皮膚的微痴血管 都會受這些 吃煙裡面的物質 破壞得很厲害 大家有時候 我曾經所說的鬼剃頭 很多人都有 都聽到的 但是有一種 是種種大範圍的 大範圍的圓托 英文叫Diffuse Lopecia Areata 可以這樣說 是大規模地脫掉的 大規模地脫掉的 也有時候 有些人 黑頭髮就脫掉了 留下灰白髮就脫掉了 這種情況之下 是很嚴重的 到底我們身體的頭髮 成長的速度會怎樣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一般來說 我們頭髮每個月大概長1.3公分 當它半寸到 多個少許半寸 在任何的時間 有90%的頭髮 就處於這種生長期間 即是它生長90% 通常二到六年左右 其他10%就在休眠期間 就開始慢慢脫下來 慢慢地脫下來 一般來說 每天會脫掉多少條頭髮 五十到一百條 一般來說都是五十到一百條 所以有時候人們會說 哎呀我脫掉得很厲害 我洗澡的時候見到很多 我說你數一下 如果五十到一百條都可以 這個是正常的脫掉頭髮 記住一邊脫掉一邊生長 當然有些人就不是的 一堆堆脫掉的 這種情況就比較有問題 在五十到一半以上的女人 都開始脫掉頭髮 但是男人就更差 有百分之七十五 都會在五十到一部份頭髮 而百分之二十五 會脫頭 會嚴重 即是男性脫頭髮 似乎是比女性更嚴重 這類型的圓托 即是自身免疫的病 即是身體的白血球 是攻擊自己的毛囊 令自己的頭髮停止生長 有時候受影響 不僅是頭皮 我試過有些病人 你摸下去 你看見是一個鬼剃頭 摸下去 他整個頭顱也脫掉了 即是連頭顱和鈣也脫掉了 所以整個頭顱也脫掉了 所以整個頭顱也脫掉了 不僅是頭髮那方面 亦有一種全身的頭顱 全身的頭顱 那這種症我都遇過 我亦都醫治過 亦都醫治過 亦都醫治過 亦有試過醫治過 亦都醫治過 這種情況 比較輕微的 可以治得到 但我過去遇過一些 如果用過很多類固醇 是比較難的 因為醫學界都認為 一般是自身免疫 很多時候醫生 給病人吃的類固醇 大家知道 類固醇的副作用很大 除了醫治 類固醇 可能會導致 這種全身性的脫掉頭髮 全身脫掉了 不僅僅是頭 眼眉毛 陰毛 隔壁底毛 全部都沒有了 亦都有其他因素 可能是甲狀腺的病症 糖尿病 或者是風濕性關節 這類的 都可以的 但亦都有種情況 頭髮脫掉了 是甚麼呢 有些人自己 自己在這裏拔 我亦都遇過這些病人 當然他來的原因 他也覺得 不知為何他控制不了 這種叫做強迫性的病 他會把頭髮拔 或者眼眉毛拔 原來這種情況 這種行為問題的人 其實都頗多 我香港的資料沒有 在美國大概有3-5%的人 都有這種症狀 尤其是神蚊制下系統 比成年人多 亦都每個年齡層次都有 我最近我自己在香港 遇過一個女性 都成五十多歲的女性 她也是這樣 蚊子自己頭髮 是控制不了的 也有些人咬手指 咬指甲 我見過有些人咬到完全沒有了 整隻手指是沒有指甲的 幸好我當時用銅牢療化衣服 我用銅牢療劑 Cena Cena是道蟲藥 很多時候 這種強迫性的心癮 可能身體內有些蟲 寄生蟲 導致它很敏 在指甲發射出來 我可能在頭髮拔出來 我用這幾隻療劑是可以治療的 當然這些情況 有時候有抑鬱症 焦慮這些強迫性 還有一個叫做Tourette syndrome 叫做妥碎症候群 Tourette syndrome 我們有出戲是Duskin Hoffman做的 他通常一種神經性的疾病 什麼年齡都有的 有些不自主的動作 突然之間不自主的聲音 現在都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會有這種症狀 其實都比較上 都不是容易治療 但在我們的銅牢療法經驗 都有這些成功的個案 這些人就會突然之間厄罵人 突然之間說粗口 很有趣 這種叫做Tourette syndrome 好了 如果你有些叫典狀的脫頭髮 就是小小小的脫頭髮 可能你吃東西吃太多 可能你梳頭梳得太密 或者經常染頭髮 這些也是我們叫做損傷性的拖頭 就是你自己搞壞它 搞傷它 所以有些人說 要拆頭髮100次 其實是未必好的 可能你的頭髮 可能頭皮的按摩 但是你也拆掉了很多頭髮 也有些是梳馬尾 以前是梳邊 拆得太緊 甚至頭髮絲斷 也有這種現象 所以身體如果任何地方有一個症狀 例如頭頂傷過 有些症狀 這些地方當然不會有這方面 不會有頭髮山道的地方 當然男性的拖頭 很多人都說 很多時候 年紀輕輕就開始了 這種情況之下 很多人都覺得 男性脫髮得太快 老得太快 有種好像 男性的洪峰也沒有了 當然 我們叫做男性的脫髮 如果你的父母也有這種情況 這也不用擔心 這只是遺傳的原因 因子導致 因為身體的紅性刺激素太多 女性當然也有紅性激素 但是比較量少 所以女性脫髮是比較少的 但如果不是因為遺傳因素 我們研究發現到 40歲之前的 前額拖頭的男性 比沒有拖頭的男性 有少高的機會 是羅患冠心病 心臟病 頭頂光拖的人 我們所謂叫做地中海脫髮 也明顯有較高的羅患冠心病的人 如果拖頭的範圍越大 突然性就越高 如果自己有地中海脫髮的人 如果發現自己血壓又高 膽滿上也特別高 當然是屬於危險的一群 女性來說 其實女性也有 人女性比較少 其實個人也有 男女也有 例如女性 分頭的時候 梳頭的時候 通常在中間開 像摩西紅海一樣 分到很閃亮的頭皮 這就是女性脫髮的徵象 這可能是遺傳 但也有很大機會 與紅性的刺激素有關 但女性脫髮也可能是一種 羅患糖尿病的徵兆 和紅性的刺激素分泌過量有關 幸好女性脫髮 通常只不過頭髮慢慢疏落 它不會一個很大範圍 全都脫髮 這跟男性脫髮的方法 那種形狀是有些不同的 當然 除了老化 荷爾蒙變化 有時生產 女性在產後 或者停經的時候 或者有些女性停止飲食 被孕藥 或者荷爾蒙藥幾個月後 就開始脫髮 有些人懷孕期間 有些人懷孕期間 特別是健康了 頭髮可能會掉得比較慢 頭髮好像很敏 但一生產後三、四個月 就跌得加快 這跟女性脫髮有關 最危險的時候 我們看到有些人突然間疏頭髮 整個大堆的頭髮 這很明顯 我們稱為休止期的落髮 是一種頭髮掉落 即是常見的問題 當然一下子失了那麼多頭髮 很可能白痴 有些病 身體病了不久 或者可能車禍 有重大的手術 可能是皮膚病、乾癇、塞疹 但當然很多都是原因不明的 但最常見的 我們人們因為癌症 去接受這些化療、放射治療 很多時候都脫髮得很厲害 這是一種一經常見的 出現這種脫髮的問題 為何有些人頭髮多 有些人頭髮少 就是那個生育無法 當然那些是有很多 有些人特別多 有些人很不太 有些人很不太 這些是由基因的確定多 多毛或剃頭的問題 都是跟家族遺傳 也有些跟種族有關 比如美国的印第安人的男性 面上的蒙通常都很少 而东非的男性的毛发 就比较隔离的西非的人多很多 现在自己看起来就看到 那么胸毛的多寡 也都一样跟种族有关 比如源自中东 南亚 或者以够欧洲的男士 胸毛是最多的 女性的毛发生长 也都跟种族有关 比如亚洲和美国印第安人的 妇女的体毛通常都很少 而中东和地中海地区的妇女就是很多 那为什么有些人一出生就没有毛呢 这些就是一种病来的 有些人一出生里面 什么毛都没有的 也都可能有很少很少的 这种可能有一种叫病 一种染色体的异常的疾病 我们叫做 是阿南菲达症候群 英文叫Kleinfelter Kleinfelter Kleinfelter disease 一种比较罕见的病 我在我的工作里面 我都是遇过一两宗而已 那么多年 行医三十年都不是很多这种症状 那些人通常长得特别高大 那些人通常长得特别高大 那些人像我们叫Spiderman 手脚很高大的 身体情理自盈 身脊血管较少 那也都有时候会有乳房的 男性也会有乳房的 那当然也有些情况 完全没有什么症状 或者有些人没有自己留意 那有些人就到自己去 都 不孕的时候 就是三十年 就才发现 哦!原来他有这种病的 那这种病通常都是这样的 嗯 那有时那些人说 眉毛、眼睫毛脱很多 那其实是代表什么呢? 是的 你看看 今时今日很多人都去问眉 那当然有些人就认为 眉长得不好 那也有原因是因为眉毛脱 或者眼睫毛都脱的 那通常都是甲醇症过多 或者吃得太多维他命 维生素A太多 那当然了 维生素A吃得多 是要多到有这种症状 我觉得有机会不是那么多的 但如果你见到眉毛外围的脱落 那也可能有一种症状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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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 这种 其实是一种 慢性的甲状腺素功能不足 是慢的 是 脱毛了 这种症状腺素功能不足 这种症状腺素功能不足 是问题 尤其在任何年龄 尤其是在任何年龄 如果是 C柱音毛很希落 这种症状腺素功能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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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不是因为老化那么简单 之外 有很多其他的病征 那有些人说 在一些不应该的地方生了毛 那是什么原因 那我们曾经说 脱毛脱毛一个问题 这亦都有很多人是多毛的 最常见的多毛的情况 有些人可能是女性最困扰 突然在唇上的汗毛是特别出现了 这种情况之后 当然多毛症 通常代表红性刺激素太多 这种情况 这种毛通常比较较粗 颜色深 例如在男性一般有毛发的地方 例如下巴、胸部、嘴唇、大腿、耳朵、面上 以及鱼头的四周 这种多毛症的女性 通常有较低层的声音 肌肉大快些 小乳房、阴体较大 或是乳经不正常 这些是和红性激素有关荷尔蒙的症状 我们称为红性化 当然多毛症也可能是吃了荷尔蒙药的不良反应 例如避孕药、铝菇唇、不孕药、红性激素 也有些人过量、三毛 因为吃了很多健身发剂的鱼头发 有些人脱头发 就吃了这些荷 结果生的地方是不好的地方 鱼头发是一般用来抗高血压药的 通常也用来治抗头的 当然多毛症也可能使用这种合成性的铝菇唇有关 但如果女性的身体面上和毛发多多 也有一个很重要的症状 我们叫做多囊性的卵巢症候群 多囊性的卵巢症候群 即是Polystic Ovarian Syndrome的征兆 这个症状通常是用身正年龄的女人 很容易不容易或者经常误诊的 因为其他的症状 例如有青春痘 当然是青春期的青春痘 应该可以 但有时候已经过去的时候 有青春痘出现肥胖 这也很可能和红性激素的产量过多造成 这种本类的女性 通常不是不规则 或者根本就不来 所以我们叫做多囊性的卵巢症候群 也有很多女性是不认的主要原因 多毛也有其他荷尔蒙的病症 有一种叫做贝因斯症状候群症候群症候 很多时候不正常的过多过少 其实都反映身体在某个程度上 其实有些荷尔蒙上的问题 好了 我们今次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如何解决身体的症状 由头开始刚才讲头发 将来我们有机会再跟大家解读一下其他身体的症状 好 今集多谢袁医生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毛发的东西 如果大家有什么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预约袁医生 大家以下这个电话的25773798和袁医生会诊 好今集来到这里 下集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com.h